歡迎收看金錢報 我是楊世光 帶來金錢背後故事 好這個週末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元大幅的反彈 在這週表現最好的資產 竟然意外是美元指數 在美聯儲禮拜三的會議之前 美元就逐步轉強 在週三週四到今天禮拜五 美元是持續攀高 所以我們看到 以一週漲幅做觀察的話 美元指數應該要創下 近一年以來最大的單週漲幅 在今天美元指數 持續的一個攀高 使得包括歐元 包括日元 甚至亞洲新市場的貨幣 都出現了貶值的壓力 所以美元的轉強怎麼做關注 這是我們今天特別提到的 美元牛抬頭 目前這底圖是一個日線 我們看到美元指數長期在88 跟89附近 有一個大型的支撐區 從這個小圖是月線 觀眾朋友可以看得更清楚 有一條非常重要的頸線 在這個位置 這個頸線在本世紀初的10年 一直都是美元指數的反壓 美元指數反壓 在2015年 美國開始升息之後 這個億倫時代開始升息之後 我們看到美元指數就站上了這個頸線 所以從美元指數觀察 官方可以做留意 大概是為期將近有15年的底部 為期15年的底部 當然經過這一年以來的 不斷的回撤跟蹭視 再度來進行一個挑戰 現在美元指數在周線的角度觀察 形成了一個雙角的形態 這官方可能要特別做留意 就是美元指數在這邊的發展 很多長期收看金錢報的官朋友 都會了解 我們之前用197年來之後 就是當尼克森總統宣布美元 不再兌換黃金 也就是美元從金屬本位 轉變成信用貨幣的開端 從1972年以來 共和黨的政府 共和黨入主白宮 美元是紙貶不深 民主黨入主白宮 美元走勢 紙貞不扁 那我們看到 自去年第四季 拜登當選之後 美元指數並沒有出現明顯的轉強 甚至還一度來回撤 所謂我們看到88到89附近的景限 可是現在美元開始逐步轉強 也是我們要特別做留意的 過去幾次美國民主黨總統 掌握白宮的時候 這美元在四年任期或八年任期之內 基本上都是紙貞不扁的 紙貞不扁是結論 過去未來四年是先扁後生 還是生扁生扁生 還是扁扁生生生 反正結論是民主黨的政府 美元指數通常 不是通常 歷史的經驗是紙貞不扁的 所以目前經歷拜登第一任任期的 大概已經六分之一了 美元指數會不會按照1970年代 美元成為信用貨幣以後 出現了一個長期升值的發展 這關鍵要做留意跟追蹤 所以美元指數應該是本週 最令大家驚奇的一個發展 稍後今天填感部分 我們針對商品市場 來跟大家做近的分析 因為昨天晚上 不管從貴金屬到基本金屬到農產品 甚至能能源都出現大幅度的下跌 甚至在農產品以黃豆有為例 更出現全面性的期貨合約的各期 各期的跌停發展 那黃豆也中錯 但現在在今天是出現 稍微的一個止跌跟反彈 可後續如何稍稍經驗感 我們從貴金屬 包括了農產品 還有包括大陸的商品期貨 來進行一個分析跟掌握 好 所以我們先看到 美元指數的一個轉長 是特別做留意的 好 我們要馬上觀察 昨天晚上美歐股市 昨天晚上美歐股市 基本上在科技股的臨漲之下 道中指數的跌幅得到控制 甚至科技股指數還出現走高 當然市場上的反應 是美國國債利率的大幅下滑 最近這一年 美國國債的殖利率跟科技股 就是所謂成長股 是出現的負相關 就是利率走高 所以我們看今年二月份 美債殖利率一路來到1.75 1.7的水平 整個科技股就完了 科技股就完蛋了 隨著最近美債利率的下跌 所以科技股跟成長股 重新的加溫 當然這是因為 從估值模型的觀察當中 用未來現金流的預期 經過殖利率的折現 算出科技股跟成長股的股價 可是我們在這節目當中 過去從5月19號不斷的拆解 美國國債的明目值利率 其中通脹預期跟實質利率 對於科技股的未來 更要關注的是實質利率的變化 而不是單單只有明目利率的折現 這個明目利率的下跌帶來折現 現值的增加 是最近科技股跟成長股 走多的一個原因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到 因為我們過去這個一個月 從5月19號開始做觀察 我們一直提到商品週期結束 其實很多官朋友不相信 其實不相信很多 中間有黑時光的也非常多 這個嘲笑我 我跟你講 時光主是12年的金錢爆了 11年的金錢爆 笑我的 我不客氣講 現在的草都已經變神木樣高了 我不客氣講 我就是那麼自信 就是那麼囂張 為什麼 因為包括我們在每次節目 時光的講法當然是太大膽 可是團隊經過非常缜密的研究跟觀察 我們是非常有自信的 就像去年10月11月 我們說油價要賣 原因要漲了 42塊 沒有人相信 油價跌到零以下 還能買油價嗎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耐心 讓市場照我們預期的方向來發展 而不是我們厲害 而是市場給出很多的訊息 不管從我們最近講的國債的拆解 應該看到很多方向 所以一步一步在正在來發揮一根範當中 好 今天我們要觀察什麼樣的現象 我們要繼續觀察 在美聯儲調高IOER跟Overnight RRP之後 昨天晚上在美聯儲升息之後 美聯儲的Overnight RRP 就所謂的美FED的隔夜逆回購的賬戶 一口氣暴增了2531億美金 大家記住2531億美金 在昨天從市場繳回給美聯儲 這是核心 昨天一天之內全市場 不管是從資本市場 還是商品市場 甚至貨幣市場 昨天一天就繳回給美聯儲2531億美金 也就是昨天一天就抵掉美聯儲 兩個月的QE規模 這要特別做關注 所以目前我們要做掌握 大量的流動性開始回存美聯儲 大量的流動性正在回存美聯儲 所以昨天把Overnight RRP報酬率調高 原來報酬率是0% 0報酬投真眼藥 0報酬的時候規模 已經來了5000億美金 昨天宣布把從0報酬調高到0.05% 變成正報酬 一夜之間就吸引了 超過了2500億美金 存在美聯儲還有錢 而且是隔夜的 隔夜的就是等於一天 存24小時會有0.05% 年利率年化的一個報酬率 現在觀察 按照目前流動性過剩 還有包括了機構人 主力出貨尾聲 在6月底Overnight RRP 應該會突破1兆美金 也就是目前美聯儲的 逆回購物帳戶的餘額 將會持續的攀升 從最近幾天 包括了從摩根大通 到花旗的負責人 進行了線上法說 都暗示 都直接指向 囤積了大量現金 大量現金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有巨大的流動性 正在用一種非常異常的速度 在回流美聯儲 所以不要等到美聯儲縮表 也不要等到QE縮表 其實已經縮表了 這個已經縮表了 所以大量的流動性 在昨天一夜之間 就回存到美聯儲 高達2530億美金 當然我們花了幾階節目 跟大家提到 Overnight RRP 美聯儲的逆回購的帳戶余額 必須調高的原因是 目前整個市場 正在要挑戰美聯儲的徵鈔 跟美聯儲的利率通道的下限 所以美聯儲不得不作為 提高了Overnight RRP 另外我們要關注 這個自由指標 就是在調高了 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IOER之後 美聯儲的準備金規模 會不會進一步攀升 截至6月9號為止 存在美聯儲的準備金 就高達3.87兆美金 占整個美聯儲放出去資產 8兆的將近一半 當IOER調高之後 我們預估在6月底 整個準備金賬戶 會突破4兆美金 假如再加上Overnight RRP 1兆美金 美聯儲過去這10年的QE 各位朋友 已經收回三分之二了 沒有錯 已經收回三分之二了 沒有投資大家 沒有投資散戶 美聯儲的QE還沒退場 可是美聯儲過去釋放的資金 從2008年的8000億到現在的7.9兆 嚴格來講 放出了7兆1000億 就是7兆美金 可是現在從 美聯儲的準備金融余額 還有Overnight RRP 逆回購余額 各位朋友 這7兆已經要回來5兆了 各位朋友 美國人割韭菜 割得非常漂亮 用過非常專業的方法 散戶誰關心 散戶只關心 今天萬海又漲停板 今天面板股又反彈 今天台積電 昨天填習了 觀眾朋友 你知不知道美國人在割韭菜 美國人QE1 QE2 QE3 還有QE3 Plus 加上這一次的超常規的量化寬鬆 對大家用大聲公講 我在放錢 在巷子裡面把錢都收回來 這就是大家要特別做觀察跟留意的 美國是割全球韭菜嗎 也不是 這是一個富人階級 對貧窮死老百姓的剝削 為什麼 叫知識不對稱 也叫做資訊不對稱 所以我們跟大家提醒報告 就是美元儲的確印了 現在資產負債表7.9兆 相對於2008年的時候 次貸危機之前 多增加了7兆的資產 可是 7兆的負債 錢就出來了 可是大家不注意到的 是這7兆 其實已經有5兆 在6月底前 會全部回籠 所以這十幾年來 美聯儲其實只多印了2兆貢獻市場 市場的股票 市場的行情 各類資產價格就漲翻了 QE還沒退場 不要擔心 QE還沒退場 其實美聯儲收縮的好快 所以要特別做觀察 好 我們再往下做追蹤 因為我們昨天就提到了 IOER跟Overnight RRP 剛剛提到了 現在來到7500億 是講Overnight RRP 逆回購的帳戶再提高 IOER調高了0.15之後 其實也會吸引大量的商業銀行 把資金回存到美聯儲的準備金戶頭 因為IOER是有複習的 是年化報酬0.15% 可以透過貨幣市場的操作 把利率抬高 這中間處有無風險套利 因為聯邦貨幣市場 基金利率現在0.06% 基本上是可以進行套利動作 商業銀行做商業銀行事情 非商業銀行做非商業銀行事情 但不管商業銀行還是非商業銀行的金融機構 目前都是執行 美聯儲動作把錢收回來 所以不僅是美國的散戶 全球的散戶 現在都等著被割韭菜 這是直接的 這也不是問題 就是錢都回來了 快速回籠 極快速的回籠 丟一塊收三塊回來 丟一毛收五毛回來 是美聯儲目前最新的方向跟方法 好 在這時候我們看到媒體開始關注 因為昨天有很多的消息 可以做一個觀察跟掌握 整個地步我們先看一下 美國初請申請金的人數 等下再把美國房地產報告來做觀察 截至6月12號為止 申請失業金的人數 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來到41.2萬人 這是過去幾週 都是在40萬人以下 在6月12號6月份第二週 再度出現反彈 申請失業救濟金 而且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是超出預期 而且連續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目前來講仍然高達350萬人 仍然高達350萬人 好我們再往下觀察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 因為目前 美國的勞動職缺 職位空缺的數量 仍然非常高 截至4月份為止 目前美國的勞動民間 勞動崗位職缺 高達928萬個位置 928位置 可是我們換算 就928萬人 怎麼被點補 那就找失業人 目前在申請失業救濟 還有包括申請 疫情失業救濟人數 仍然有1100萬人 理論上這群人應該可以 填平目前就業市場 所不足的缺口 理論上可以 事實上不可能 為什麼 這個叫做結構性失業 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說什麼 包括世光 世光除了分析財金之外 你說我們40多歲 投入職場還會什麼 什麼都不會 電腦電腦也很笨 滑手機可以玩電腦不行 你說做木工 做木工 這種技巧像不會 扛水泥 扛不動 能做什麼 關門叫結構性失業 其實事實上 在過去20幾年當中的發展 你從大學分科就知道 越來越分專業化 也就是當一個行業出現不景氣的時候 你很難很難轉到另外一個行業 所以理論上 美國的充分就業的指標 或是自然失業率的指標 其實有嚴格的瑕疵 美國的自然失業率不可能那麼低 美國的充分就業的標準 也不可能那麼低 為什麼 因為 觀眾朋友你去想大學嗎 現在好分 觀眾朋友現在化學 你看美國上次我一個長輩的兒子 到美國念化學 我說天啊 天啊 大哥 蔡大哥 就是我們一個大哥 蔡大哥 怎麼不去念化學 現在還有人搞石油嗎 他說你不知道 美國的化學系 都是做生技研發 因為化學制藥 所以現在化學系 沒有人在搞石油 都在搞生物研發 藥品研發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現在的專業 越來越分重 分專業越來越精 那一旦他失業 譬如藥品不景氣 他能幹嘛 他能幹嘛 去石油廠 石油工廠上班嗎 不可能 他沒有就業的彈性 所以現在觀察的是 美國結構性的失業 也一定會給美國帶來 非常嚴重的麻煩 而這個嚴重的麻煩 是來自於指標 背離現實 我常常跟我們團隊講 開題目有時候 世光很兇 我說 你們都是生活上的天才 做PPT的白痴 有沒有 我們常常這樣 包括世光也是一樣 就生活有常識 在自己小朋友要念大學的時候 會考慮都考慮系的 在檢讀經驗數據的時候變白痴 為什麼 這是很常識的 現在就業市場的供給量 彼此的專業越難越難 越難越難 為什麼越各種的技巧 這種不管你做媒體的 哇 現在壞好多工具 你說以前做媒體 舉個牌 5 4 3 2 1 卡 這個很簡單嘛 跑個廠季都容易 現在廠季都不好做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分工 而且越來越專業 所以美國的職權問題 其實是個非常大的麻煩 所以到底美國的就業缺口有多大 其實目前包括葉倫 包括了Bowler 開始越來越懷疑 所以我們也提到 不僅結構性失業 因為失業有分很多種 第一種是非自願性失業 另外我們觀察就叫摩擦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代表 就是換工作的過程 這叫摩擦性失業 這種失業期不算 因為你可能想放個長假 然後想換個工作 中間會有一個失業潮 失業期 這是主動有意願的 最麻煩的是結構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就必須要靠社會教育 跟學校教育來進行民補 那多久 等一下很久很久 所以做觀察 第二個是我們在過去幾天提到的 美國目前的退休潮 退休潮是來的非常非常兇 退休潮會有多兇 我們要從一個數字做觀察 觀眾朋友來講 華爾街日報 彭博社最新報道 全球房地產的價格都出現了泡沫燈號的閃爍 這是2008年以來全球房地產最嚴重的泡沫 彭博社主要追蹤的是西方發達國家 特別指出包括紐西蘭 包括加拿大 包括瑞典 成為全球泡沫最嚴重的房地產市場 而英國跟美國的風險排名也名列前衛 房屋負擔能力已經超過2008年 創紀錄的低利率 不斷的財政刺激 還有有限的住房存量 還有全球複數的預期 都使得房價水漲船高 買不起房的人是覺得房價泡沫很討厭 很厭倦 觀眾朋友因為有房的人 有兩套房的人 有三套房的人 房價大漲 好棒好棒 觀眾朋友好棒好棒 最近美國股市不斷的創新高 前一陣子房價不斷創新高 這意外產生一個很特名的效果 就是使得美國的退休潮提早發生 50多歲沒工作的人 就是沒工作 50多歲還有工作人 就是叫做我們叫做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人 他基本上其實退休金的股票 已經漲很多了 退休金夠了 房子可能也不止一戶 也不止兩戶 沒有三戶了 所以隨著股市跟房市的價格高漲 意外的引發西方的退休潮 而且按照目前美國廉價的交易平台估計 美國目前就是待在家玩加密貨幣的 就是什麼比特幣 什麼以太坊的 玩股票當沖的 目前觀察 美國至少有個勞動力有800萬人 該工作不工作躲在家裡 學KD 化形態 念K線 每天賭來賭去 至少美國就有800萬人 這群人現在應該是順風碎水賺很多錢 另外一群人是你們順風碎水 他就等著存量增加 所以房地產的泡沫 這是一個兩面的 一面是我們看到貧窮世代的人非常痛苦 另外一方面是資產階級 所謂的小資產 小資階級都變成大資階級了 因為房地產水漲船高 所以彭博社在這邊也特別提到 從綜合指標觀察 他覺得大部分是西方國家 從紐西蘭加拿大 瑞典挪威 一直到後面的日本 義大利 芬蘭 韓國等等 西方經濟體 做了一個指標 目前這個泡沫的問題 它有幾個方向 從買房跟租房比 從房價收入比 還有包括實質房價上漲的年增率 還有明目房價上漲的年增率 還有包括了 連度房地產貸款的增數 從各項指標觀察 不僅新興國家及西方國家 我們從這指標 因為他沒有檢視新興國家 其實大家都一樣 房地產泡沫的問題 已經非常非常恐怖跟驚人 非常非常的恐怖跟驚人 而房地產泡沫不斷的膨脹 觀眾朋友他是兩面刃 我一定強調兩面刃 就是現在買房仁 取那麼大的槓桿 你不會還得起的 你不會還得起的 你不要以為通脹會還掉 不會的 我跟你講 這個社會 物質文明改變 精神文明沒有改變 這永遠就是我們永遠是電農 你知道嗎 以前是為別人田耕地 現在是為別人的房工作 你懂了嗎 一樣 以前中國的電農 或是像拉美或英國的電農 基本上是工作20年到30年 工作完之後你就解放了 因為小時候你可能沒有讀書 把自己也賣了 賣了哪一筆錢 賣身丈夫 或是求一個溫飽 可以安歇之地 進行交換 工作後30年 莊園祖看你也沒體力了 可能就把錢債了清 甚至給你一筆退後費用 就走人了 所以一輩子電農 就是為莊園祖 耕田打工 現在何嘗不是 換了一個方案而已 1920年代 美國開始發明了分期付款 其實就是另外一種 剝削電農的方式 我們人人都是電農 只要你有房貸 只要你有扛10年 15年 20年 還不起的房貸 你就是現代資本家的電農 所以這個剝削一直存在 電農什麼時候會爆發 就是他發現 他永遠還不起這個債 永遠還不完 我把我自己賣了 連我女兒兒子都賠上了 這時候就滅完 而且莊園祖不給我飯吃 而且他的房子還會漏水 冬天好冷 夏天好熱 這時候社會矛盾 就會越來越激烈 而即將會發生 我們看到美國房地產經濟人協會 最新的報告 因為他們估計目前美國房價走高 主要的原因是供給不足 他們用一個現性的表現 因為過去在上個世紀 最後30年 美國每年的新增的房屋供給 大概是150萬套 到了本世紀之後 美國的房屋供給平均每年只有122萬套 從這個算法算起來 美國的房子應該少了550萬套 少了550萬套 我們看他走勢很特別 觀眾朋友 這個邏輯感覺挺有道理 可是大家看這個圖 賈瑞穎對美國的勞動參與率 很有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 美國房地產的增量 基本上跟勞動參與率 非常的接近跟相像 所以最近不是一個華裔的導播嗎 拍了一個無一之地 當然我們看內地的觀眾 可能比較看不到這個片 無一之地 這個之前這個片子非常好看 美國人現在很多都是叫無一之地 無所依靠 所以美國房地產 到底真缺跟假缺 而這種房地產過去的慣性 蓋一塊地就少一塊地 蓋了一塊地 這個地方少一塊地 這個故事 還有世光活得過久 小時候我就聽到日本人這樣講 後來台灣在七年代 八年代 九年代也是這樣講 少一塊地 蓋一塊地就少一塊地 觀眾朋友 這個邏輯 尤其海島的經濟體 感覺海島的城市 蓋一塊地就少一塊地 邏輯感覺是通的對不對 屁 這是房地產商的 要剝削你的一個口號 我們再往下觀察 隨著整個房價的高漲 按照美國商務部的統計 這個房價在4月份 年增率是創下了1988年以來最大 年增率高達20% 而按照美國房地產協會 所做的觀察 目前消費者買房的意願 創下20年以來最低的水平 不是美國人不買房 而是美國人買不起 而是美國人買不起 這也是我們持續要做一個觀察 跟追蹤的一個方向 所以最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聯媚的 現在也拖累了 也拖累了 美國房地產的建商信心 主要會拖累房地產開發商的信心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物價太高 而且就算能夠幹的出來房子 也大家買不起 也買不起 今天我還在跟一個 美國的粉絲在聊天 基本上因為他逃難 逃難對於台灣政府很失望 就逃到美國去 當然他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資本市場的贏家 他有提到他現在到美國去 想再買一棟新的房子 為什麼越限制租房 就短短的從去年10月到現在 美國房租價格 從數千美金 已經爬升到2萬多美金 他指他的喜歡的房價用租的 所以他考慮用買的 可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大時代的轉折 美國的緊縮作為 已經開始發生 美國在轉嫁自身赤製跟債務的過程當中 已經開始收割 這是官民要特別留意跟發展的 我們活在全農元年還是活在全農60年 這是我常講的故事 全農元年是大清帝國 在雍正的改革 在康熙的創業之後 然後一個非常重要 從初生段 祖生段末生段 這60年當中 最後的末生段就產生了像河森 河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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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謂 大太監 大太監 的財富 就是整個市場泡沫 我們看的故事 我們都喜歡用意識形態 我們所有的故事都從 乾隆一元年 乾隆二年 到乾隆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四十年 乾隆五十年 可是現在我們面對自然價格 它不僅不是乾隆六十年 還進入了嘉慶皇帝 我們面對的未來的發展 可能是一個非常非常恐怖的 嚴重的通縮 而不是嚴重的通脹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會相信 現今為王 將會是最安全的地方 分享給大家 也祝大家中文愉快 好 稍後我們在今晚部分 要分析一下全球商品行情 在昨天重挫跟大跌之後 我們再度要解讀 拆解民目利率中間的內涵 代表美國的民國債券利率 會持續走低嗎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美國不斷的赤字 美元走強 美債利率越來越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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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跟原物料商品 大跌有什麼樣的關係 休息一下 在今晚部分 為大家做進一步的觀察解讀 這次請問 美國會議員 美國會議員 為大家做進一步的 融通 我們先進一步的 下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